熱度很高,熱能很近,主要是大氣層摩擦所產生 你也看到爆炸聲響很厲害 這就是當時的聲爆 因為它超音速會產生聲爆 大家好,我是Brian 今天來到末世預言的第五集 就是提到碎星撞擊 主要是牽涉NASA和梵蒂岡的預備工作 回顧上次有提到啟示錄第六章 提到第六印的時候 已經暗示了小行星或碎星撞擊 當時也提到 天上的星神聚落於地如同無花果樹 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 天就萊姨,好將書卷被捲起來 山嶺海盜也被萊姨離開本位 我雖然知道那些小行星和碎星撞擊有多厲害 但除了第六印 原來當去到第七印的時候 其實就是啟發七號開始催覺 當七號第一個催覺的時候 就說有冰箔 博子與火參著血雕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和樹的三分之一都燒了 一切的青草雅被燒了 這一句曾經有人認為 就是之前澳洲大火 森林大火就說應驗了這一句 其實應該就沒有 因為你看到它是牽涉全地的三分之一 那些樹木 澳洲森林大火似乎未去到這麼嚴重的情況 將來會發生 但這裡要留意博子與火參著血雕在地上 會不會是流星羽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冰箔應該不會和火混在一起 但這裡說冰箔與火會不會是一種形容 像流星羽的碎片撞到地面 可以令到地面燃燒三分之一 這個似乎是比較合理的 除了第一號之後 接著第二號的災難 也提到類似的小行星撞擊 第二號 第二位天使吹號的時候 有仿佛火燒著的大山 櫻在海中 海中的三分之一變成血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船隻有壞了三分之一 很明顯這個燒著火的大山 很大機會是一個形容詞 在形容中小行星或是水星撞落海洋的情況 上次第一集的時候 我都說了會有機會撞落海洋 因為始終海洋佔了地球表面的七成面積 所以當小行星和水星撞下來的時候 撞落海洋的機會率是相當大 第三位天使吹號的時候 就說有燒著的大星 好似火把從天上降下來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以及種水的泉源上 這裡有這聲明叫恩塵 種水的三分之一變恩塵 因為水變虎就死了很多人 這裡說得很清楚 是燒著的大星撞落江河 這次影響了水源 似乎是有毒的 令水大毒 然後就死了很多人 最後去到第四號的時候 直接說到日月的三分之一 月亮三分之一 星神三分之一都被擊打 以至日月星神的三分之一 都變成黑暗白袖的三分之一 也沒有光 其實這一句就應驗之前 路加福音所說 日月星神都要顯出意小 這裡很明顯就是 形容當小行星 水星撞落地面的時候 那些塵土激起 就遮避太陽 所以這裡說的 白袖的三分之一都沒有光 晚上也是這樣 晚上的星光都被遮 很明顯就是大氣層出現問題 就是那些小行星 水星撞擊的時候 那些塵土無論日夜都遮遮太陽光 所以這裡 如果上文客人這樣看 就很大機會 這個小行星撞擊 究竟NASA在做什麼呢 即美國太空總署 有什麼預備工作在做呢 上次我們也說過 1993年 發現了一顆 Schumacher Levinei的碎星 在1994年這顆碎星 就撞到木星表面 天文學家很怕發生在地球上 所以他們就做工作 留意這是1994年撞擊 他們1995年 美國太空總署實施了計劃 1995年12月 就是Near Earth Asteroid Tracking 即是近地小行星追蹤 簡稱NEAT 就是想追蹤 有沒有對地球有威脅的小行星 這個program 就到了2007年停了 其實也不是完全停 它轉了名字 叫NEO NEO 就是Near Earth Object 就是近地物體的搜索計劃 因為近地物體 除了小行星之外 也可以是瑞星 或者一些流星雨 所以它就統稱NEO 這個program 其實它也有限制 它說到98年的時候 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目標 就是當NEO 即是近地小行星 或者近地物體 直徑一公里以上 他們希望可以做到 可以發現九成 可是在100% 就是10% 其實他們也承認 是不能觀察的 或是沒有能力 沒有足夠的儀器 也可以同時觀察到 全天候的情況 於2005年 計劃的目標就提升了 即使小行星 都觀察了 直徑大於140米 他們也希望可以觀察到九成 但仍然有10%他們承認是不能觀察 所以我們擔心不是擔心這九成 反而擔心那10%他們不能觀察而對地球有威脅 那他們如何量度呢? 其實他們也承認他們計算是有誤差的 你可以看這幅圖的計算 這個灰色中間這條虛線是小行星或者瑞星的運行軌跡 但這是他們計算出來的軌跡其實是有誤差的 誤差有多少呢?就是灰色這個位置 這個灰色的位置就是軌跡實質可以走的 可以偏左一點也可以偏右一點 但他計算一個平均值就是這條虛線 叫Line of Variations 所以他有一個uncertainty的region 就是這個灰色地帶 所以如果他量度出來的誤差太大 而這個灰色區域如果很接近地球的時候 對地球的威脅就相當大 因為他也說了怎樣為之真正撞到地球 就是由地球中心度到這條虛線 即是平均值那裡 如果這個距離是短於一個地球的半徑 他們就叫做直接撞擊地球 那有什麼因素影響這個不差跡呢? 視乎你觀察的準確度和小行星或者瑞星靈地球的距離 因為越遠你觀察的數據就越不準 所以越近就越準 但是越近的時候你預備的工作去避開這個小行星、瑞星撞擊 難度也會相對提升 所以其實他們有一個impact risk的data 就是把一些對地球有威脅的小行星或者瑞星 歸納成一個表讓大家參考 其實在NASA網頁可以看到這個表 這裡列出了NEO小行星或者瑞星的編號 然後它的撞擊機會率 還有它的速度有多少 直徑有多大 然後最重要是後面這兩個scale 例如Palermo Scale和Torino Scale 那什麼叫Palermo Scale和Torino Scale呢? 其實這就是說它對地球的威脅性有多大 我們先講一個比較簡單的Torino Scale Torino Scale主要是看兩件事 就是它的動能 就是小行星有多少能量 Kinetic Energy 以及它的撞擊機率是多少 如果撞擊機率越大 但是再加上它的能量越高 我們稱為第10級 就是最危險的級別 如果反過來撞擊機率很小 以及它所帶的能量越小 那麼威脅性就比較低 其實這個scale在NASA網頁也有提及 Astroid and Comet Impact Hazards 即是提及小行星和瑞星撞擊的威脅性 他們也有一個表 就是剛剛所說的 10級最強 其實8、9、10級是沒有危險性 1級是正常的情況 2、3、4級是需要注意 需要天文學家去監測 5、6、7級是有威脅性 即是撞擊機率也相當大 而8、9、10級是Certain Collision 即是一定會相撞 所以我們在看Torino Scale 最重要是看看它的數字是否很大 如果說0、1就不用理會 但1到5、6、7、5、10就相當威脅性 另外就是剛剛所說的Planmo Scale Planmo Scale 它主要看的數字是正數還是負數 如果它是負數 小於負二 基本上威脅性很小 但如果是負二至零之間 我們就要注意 就要繼續去監測它 但如果它是正數 甚至是負二 就撞擊機率相當高 所以我們應該會看這兩個Scale 既然我們清楚這兩個Scale 我們看看小行星的列表 我找一些撞擊機會率最高 就是這個 2010RF12 再按下去看 撞擊機率是1.20 即是5% 有95.1%是撞不中的 所以其實就不是太危險 就算是機率最高的那個 其實你看回Planmo Scale 都說了負3.31 剛剛說了小的負2 就是沒有什麼危險性 而且Torino Scale是0 基本上都可以不用理會 所以你看到大部分這裡 都是Planmo Scale 和Torino Scale 都沒有什麼危險性 可能最有名的 大家有聽過的一顆 就是Apophis 9994 二編號 這一顆是2004年發現的 當時計算到 2029 有機會撞落地球 即是2004年的時候 但現在經過了這麼多年的 觀測後 已經重新修正 但是在2029 就沒有什麼威脅 反而去到2060 打後 去到2013年 都有幾次的接近地球的時間 但你看到機率也不是很高 我找一個他機率最高的年份 他機率最高就是這個 年份是2068年4月12日 機率是15萬分之一 但有99.9933% 仍然會錯過 是打不中地球 如果你看到Planmo Scale 和Torino Scale 也沒有什麼危險性 所以暫時我們都沒有發現 一個具威脅性的小行星 或者是瑞星在威脅地球 不過我講過 他只不過觀察了九成 我們反而不是擔心你九成 反而擔心那10%是NASA觀察不到 那些如果他們對地球有威脅 而我們有沒有足夠時間去預備 那才是最危險的 後來到了2005年 美國坦總署有另一個任務 叫Deep Impact 大家聽到Deep Impact 有沒有熟悉 就是上次第一集我講 有套戲1998年上話 Deep Impact說一個 碎星撞落海洋產生海嘯 而現在NASA的任務 直接用同一個名字 用Deep Impact 他們譯造深度撞擊 因為這次任務 就是派太空船找一個撞擊器 撞到碎片上 然後去驗證 看看裡面的成份是怎樣 這個任務 我講過第一次飛到這麼遠 去研究這個碎星 它發射時間是2005年 真正去撞擊這個碎星的時間 2005年7月4日 剛好就是美國獨立日 7月4日就撞進去 然後去驗證裡面的成份 撞的時候 產生的爆炸威力有幾大呢 大概4.7噸TNT炸藥的威力 產生的隕石坑大概150米直徑 他們整個任務都會拍了影片 研究究竟它撞進去的時候 噴出來有什麼物質 以及碎星的碎核裡面有什麼成份 為什麼要研究這些成份 相信就是他們要預備 萬一真的有一些碎星 或者小行星對地球有威脅的時候 他們要研究用什麼炸藥去炸掉它 或者令它分裂 所以一定要研究裡面的成份 然後才可以準確用這個炸藥 甚至核彈去處理對地球有威脅的小行星 如果你去到加州理工學院的網站 JPL網站 就是噴射推進實驗室的網站 都會看到這次Deep Impact任務的徽章 你也會看到 右邊有一個飛行器 然後它會放一個撞擊器 撞進去水星表面 所以這次任務是一個先發制人 這次不只是等水星撞進去 直接飛到水星表面去研究它 這就是NASA所做的預備工作 梵蒂岡其實也有 紐約時報2009年也出了新聞稿 提到梵蒂岡有一個天文網遠鏡 去觀測這個天文 在亞利桑納州上面 在座山上屬於梵蒂岡 究竟為何它要建造天文台呢 它對梵蒂岡說法是想研究神所創造的宇宙 認為宇宙的出現是來自神的意願下所創造的 甚至另外一個在天主教新聞網站 亦報導他們認為梵蒂岡天文台 是提供一個平台給學者 研究神學和科學之間的交界位 討論他們之間有否能合作 這就是官方說法 但實質究竟梵蒂岡天文台做什麼呢 我直接去梵蒂岡天文台的網站 你會看到這就是他們的網站 網站裡面介紹了歷史 這裡簡直說梵蒂岡天文台的歷史 原來早在1582年 十六世紀的時候 教宗阿俄略十三世 已經在羅馬建了梵蒂岡天文台 當時主要是想做一個天文觀測 去制定一個比較準確的天文歷史 因為當時梵蒂岡天文台 已經是比較先進的天文台 最重要是1993年 他竟然與美國天文台合作 在亞歷史納蘭州上 再建一個大型梵蒂岡的望遠鏡 叫VATT 1993年這個年份有什麼特別呢 上次也說過第一集 就是Shulmaker Levine 撞下來 觀測到他的時候 就是1993年發現那個碎星 1994年撞下木星 而剛好1993年 梵蒂岡就做了這個動作 就是要建一個VATT出來 那麼這個大型望遠鏡有什麼用呢 他官方網站就說 純粹做天文研究 究竟研究些什麼呢 你可以直接去到他的 research program 看 第一件事就是研究 planetary science 那這個science裡面去做些什麼呢 他簡直說到研究 Asteroid Bell 即是小行星大 而下面簡直說明是Near Earth Asteroid 即是近地小行星 即是對地球有威脅 即是剛剛我所說的NEO 那些小行星或者瑞星 那他用什麼觀測這個Near Earth Asteroid 這個簡直說到就是用剛剛那個 亞歷史納蘭州上面的VATT 大型望遠鏡去觀測這些近地小行星 所以其實梵蒂江天文台一早就預備 想找到小行星會不會有威脅 可能就是想配合聖經那裏 因為他們應該都熟讀聖經 因為研究在梵蒂江天文台裏面 全部都是耶穌會的學者 耶穌會就是梵蒂江裏面的一個組織 全部都很有學識 很有學問 那麼這班耶穌會的教士 用這個VATT 很明顯我相信就是要找聖經裡面 啟示錄所說的小行星或者瑞星撞地球 究竟是什麼時候發生 我猜他們就是想觀測這件事 甚至你看到下面都說到 會有些研究一些流星 流星語 甚至是隕石他們都會收集 去研究它的成分 包括它的密度等等成分 可想而知一個這樣的宗教機構 竟然有一個科學組織 一個天文組織去研究這個小行星 這是相當有趣的 雖然梵蒂江和NASA做了這麼多預備工作 但也不能夠完全阻止這個小行星或者水星撞下來 因為剛剛說了有10%他們觀測不到 而這件事的確是2013年就發生了 在2013年2月15日有一顆小行星撞到大層裡面 在俄羅斯上空爆開 當時速度相當高 大概是秒速19公里 即是音速的大概五十多倍 但入了大層之後 它減慢了到大概音速45倍 其實也很高速度 45倍 當時在上空爆炸產生一些強光 強光比太陽更強 而且是100公里以外的人也觀察到 不如我們看看當時這個小行星 墜落大層的時候爆炸的情況 大家看看新聞片段 這段影片是CNN的報導 你會看到隧石撞下來的時候也很光 它速度很高 你會看到後面也產生一些煙塵 主要和大氣層摩擦所產生的 你也會看到爆炸聲響很厲害 這就是當時的升爆炸聲響 因為它超音速會產生升爆炸 衝擊波會令到窗的玻璃爆炸 當時因為這件事有1500人受傷 你可以看到這些玻璃爆炸了 這就是俄羅斯一間學校拍攝到的 你看到一間學校的玻璃爆炸 全部都破爛了 因為這個衝擊波 學生都很震驚 這是另一個車裡面拍攝到 在左上角看到隧石衝下來的時候 整個天空都光亮了 當時有很多目擊者 都被這次的小行星撞擊或隧石降落 都被他們嚇壞 我們再看一次隧石降落的時候 你會看到另一個物體從後而上 衝進隧石 撞碎隧石 你看到隧石有些碎片彈出來 但那個物體 用副片看多一次 你看到一個黑色的物體從後而上 撞到它之後 黑色的物體衝出來 隧石就散開了碎片 最後沒有降落到地面 究竟是不是因為這個物體 而拯救了俄羅斯 究竟這個物體是一個導彈、飛彈 還是別人俗稱所說的UFO 這就留待大家自己去判斷 但剛剛我都說了 這個衝星的速度是陰速的45倍 以我所知 人類的科技 就沒有一個這麼高速的飛彈 可以從後而上 追趕到這個隧石 然後撞碎它 所以這個是相當有趣 留待自己大家去判斷 俄羅斯隧石事件發生在2013年 原來最近新冠肺炎 來自英國白金漢大學的天文生物學家 Tendra 他認為新冠肺炎的病毒 可能來自外太空的隧石 他認為當時真的偵測到 2019年10月11日 有一個隧石在中國上空爆炸 而爆炸之後 他認為病毒由碎片帶到地面 因為他發現現在新冠肺炎爆得最嚴重的國家 包括武漢、美國紐約、意大利和西班牙 他們的位置都是介乎北緯40至60度之間 他認為剛好這個位置就是當時的隧石撞下來的位置 認為由隧石把病毒帶到同一個位置的國家上 這是他的想法 雖然我自己不太相信這次事件是關於外太空事 但起碼他的說法令我們知道 原來在天文生物學的角度 是有可能在外太空經的隧石帶一些病毒下來 正如剛剛所說的 啟示錄8章8至12節說到 未來有一顆燒雀的大星撞到江河 這顆星叫殷塵 令江河大腐 然後死了很多人 令江河的河水變成有毒 所以可想而知 將來可能真的有一顆小行星帶了病毒 污染了我們的水源 令到我們死很多人的將來 所以會不會梵蒂江天文台 其實就是要觀察這顆殷塵 何時飛過來 而他們要做一些預備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NASA和梵蒂江所做的事 其實是預備將來 我們要面對一些大型小行星的襲擊災難 關於小行星撞擊 今次來到這裡 下次就會回到古文明 會講一下巴別塔事件 以及巨人之家的關係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這些資訊 如果大家對剛剛我分享的有興趣 不妨留意我的著作 上帝的叛徒守望者 除了在書局買之外 亦可以在Google Pay下載電子書 亦希望大家去到上帝的叛徒Facebook專頁給個like 最重要是在YouTube頻道訂閱我的影片 甚至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更多人認識古文明 因為接下來我有更多精彩的影片 和大家分享這方面的資訊 下次再見